嘉義明雄有男子酒駕上路 自撞護欄導致車輛起火燃燒 但第一時間男子還聲稱 他只是路過拒絕酒測 不過證據會說話 監視器拍下他從駕駛坐下車 而且一側酒測值高達0.82 明顯超標 轉輛車陷入火海還伴隨黑煙 情況危急 警消急救援 大火怎麼來的 監視器還原瞬間 原來黑車自撞護欄和燈桿 那火燒車意外 碰的一聲 車子明顯彈了起來 警察到場 駕駛卻不斷閃躲 因為他酒駕心虛 拒絕酒測 聲稱自己是路人 開車的是女親友 但監視器會說話 就是這瞬間 從駕駛坐下來的明明是他 揣穿謊言 原警實施酒測 一側高達0.82 更加百口莫辯 二十七號晚上十點多 他酒駕上路 行進嘉義民雄南華路二段時 自撞護欄量貨 還佳裝成路人躲行責 但證據一一擺眼前 讓他最難逃 這是蔡城五 嘉義報導